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能掌控的女人 不如死人 你说什么 皇上让元宋去探馆天牢了 为 卫人书已经到了力步了 明天早上就去上任 这帮老东西 没事的时候一个比一个积极 现在有事了 谁都不吭声了是吧 皇上正在气头上 这时候谁也不敢去冒这个险 宇文月 是不会这样看着燕巡死的 她既然敢跟我作对 我就可以对她不留情面 公子 您是想 去廷尉间 把守令给我取回来 押出杀我祖父的凶手 公子 您是想吧 别问了 快去 诺 诺 燕巡在哪里 你们是 走 在那边 那边 起来 阿淑 燕巡 阿淑 别动 你们到底把燕巡怎么样了 杏儿姑娘 你就不要围闹我们这些当下人的了好不好 不然 燕巡是子还得造更多的罪呢 啊 带走 闹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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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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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说吧 现在你也逃不了了 张大人也在这儿 到底是谁指使你 让你杀我祖父的 是你指使我的呀 不说八道 还在包庇宇文月是吗 你不是说 当日是宇文月指使你 杀了我祖父的吗 是谁杀的重要吗 你们宇文家族 一向子向才杀 死一个人有什么稀奇的 让你嘴硬 等上了行 我看你嘴还硬不硬 来人 岳公子到 来的够快的呀 张大人 岳公子 这本来是你们家的奴婢方案 照理应归你府上自行处理 只是宇文喜老大人乃朝廷重臣 大人的案子已在我长安府记录在册 所以本官 也不得不来见证了 至于你们如何处置 还望你等商议决定 当然 无需顾及我和官府 我青山院的奴婢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你青山院的奴婢杀了我祖父 我连问都不能问了吗 好 既然这样 任我带走 审出结果以后 我再给你答复 月气 把星儿带走 宇文月 你是在做梦吗 你说想把她带走就带走 说 你是不是喜欢她 你们俩有什么秘密吗 心里看着难受是不是 好 你看着她这样你难受吗 怎么这么尴尬 今天我就让你痛苦一辈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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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云 不如死云 带走 慢着 谁知道是死是活呀 努劳张大人 好吧 那本官就来瞧瞧 怀公子 此人确实已亡 玉文月啊 我真是想求你了 我的人就算要杀 也是我来杀 张大人 告辞 好 公子慢走 玉琪 把她带走 岳公子 皇上召您进宫啊 好 等我回去换一套衣服 这都什么时候了 换什么衣服啊 岳公子 快跟我走吧 再过一会儿 皇上该生气了 尸体带回去 等我处置 诺 请 好 我那一针 我那一针 刺中了馨儿的关元穴 让它血脂昏厥 酷似死亡 以掩然耳目 但若抢救不及时 会因体内血流不长而死 好 岳儿呢 皇上召见 公子进宫去了 皇上这个时候召见他 不太对 是 他这两天在忙什么 属下也不知道 自从那日我命你 拿他的冰雪剑去射烟巡 并把消息放出去 他就不再踏进我的门了 公子 应该会想明白的 主公你也是为了他好啊 岳琪在哪儿 叫他来见我 诺 有人跟朕密报 说那天天牢前的截杀 是你策划的 徽皇上的话 此言纯属无告 那之后的两日 的确是臣 没完守在天牢外 射杀了前来行刺的凶手 是你 是 既然皇上已经赦免了世子 但还是有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顾皇上的旨意 不顾朝廷的法制 前来行刺 臣身为大魏的子民 更受皇上的恩宠 不能坐视不管 你倒是挺坦诚啊 谢皇上 今日边关 接到急报 边关战事吃紧 你若是 这么忠心耿耿 就去边关 历练历练吧 至于蝶指天眼 你呢 不适合再掌管了 从即日起 由你的兄长宇文怀接管 你把你手头的事情 处理干净 就出发吧 怎么 你不愿意 臣 遵旨 退下吧 退下吧 皇上 您这是怀疑宇文悦了 朕不至于怀疑她 像宇文悦这样的人 她自己 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她不适合做 咱们的人 杏儿呢 杏儿 杏儿死了呀 施首呢 施首送 送去乱坟场了 谁送的 是湛眸大人 你的